今天是2023年4月19日 快必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956日 今天上午10時多,膝驚無神有黃色暴雨 在探訪室等候的親友,也有很多沒有帶雨傘,挺狼狽的 但船員更慘,因為下雨,他們不能去天台做運動 快必原本是9時半吃早餐,大概11時探訪後12時會做運動 下雨令他要休息一天,他說收到4月10日寄給他的信,他會回覆大家 最開心的是收到外甥女寫給他的信和 但外甥女少女情懷,居然問舅父 如果第一次跟一個男朋友出街拍拖,去哪裏好 他就說自己想去Amusement Park的主題公園之旅 快必說,這些太普通了,不好玩,當然去墳場好玩 外國的墳場又漂亮又寧靜,那些墓碑又很有特色 又可以考一下男生的膽識,多好 至於世外甥女,就喜歡吃東西,和快必說吃 他就問快必喜歡吃圓形的烏冬,還是扁身的烏冬 他自己就喜歡吃有些口感、咬感、Cheery 快必說自己喜歡吃軟的東西,總之什麼粉、麵、意粉、烏冬等等 他都喜歡吃軟的,就像那些沒有阿伯一樣 昨天他的早餐,剛剛就是烏冬 紫菜野菌,渡亭烏冬 這些烏冬是扁的種,夠軟,又有辣椒油,OK的 快必說,最近聽了一首新歌 是湯令山的國際孤獨等級,快必說旋律很棒 歌詞就出自Wyman的首筆 喜歡孤獨,別派人來找我 和我不怕悶,寂寞生出佛陀 很適合感覺 他叫大家不妨找來聽 文字版上就有一條Youtube連結 為何這首歌按LIKE 因為快必是單獨囚禁、單獨吃飯、單獨運動、單獨洗澡 所以習慣了一個人 不過他一點都不覺得孤獨,反而樂得清靜 他說自己現在一個月說話的時間 不計每日探訪的15分鐘 他說的東西都不及得他開一次街站 那麼多話說 當然啦,以前每個星期六日都開街站 每次講兩個小時 每次聲音都關閉 不怕孤獨的快必除了聽歌,當然是看書 今天我們收到快必寄出來的快必讀贏信 是4月12日寫的 和大家一起分享 3月份看了草鑑尼生的自傳 書名叫無限之網 他真是一位先知祭師 我覺得他本書可以作為宗教書看 請看這些文字 我的目標是遠方燦爛閃耀的那火星 只要抬頭仰望自己彷彿飄揚到更遙遠的地方 我就這樣跳望原木的星光 依靠自己的精神力量和內心深處 那種求道的熱心 撥開人世間的混亂和迷惘 盡可能朝靈魂的所在努力賣盡 很有靈性的一段話 他說作為一個藝術家 就是要挑戰那個不合理的世界 要戰勝把自己逼到死角的困境 這是生而為人的考驗 我看到這一段 就覺得一個政治人 一個宗教人 或者一個人 不是應該有這種心態存活於世嗎 在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天意注定我要為神而活 力盡艱辛 每天守身如玉 隨著歲月過去日復一日 意識死亡迫緊 令我想起剛去世的版本龍一 和大江見三朗 很多人以為草間離身 就是南瓜波波點 密集式圖像 和那些奇怪的裝置藝術 但原來她有很多勁事 我一邊看她的勁事一邊笑 之後想回遊笑 她書中有一張 題目是愛與和平 女王登基 前衛演出的幕後主佬 1967年至1974年 1967年 草間離身在紐約第五大道大教堂前 搞了一場名為人體採繪祭典表演 全裸男女嬉皮士身上滑波點 在教堂前燒六十面美國國企 由將精兵卡和聖經扔入火之中 星期日教堂剛剛在舉行莊嚴禮儀 圍觀者見到她們的表演裡 男男女女男女女男 其中擁抱、接吻、親熱 當然是尖叫怒哮 大罵她們涉足神明 經過媒體廣傳、猜路驅趕 草間離身從此聲明大躁 雖然她被描述為一個極難以理解的角色 她的表演每次都會違反十至十五條美國法例 而對藝術家而言 法例就是黑板的概念 她去到哪裡都有警察跟著她 但她仍然保持著一向平整 因為她身邊有五、六位法律顧問 還有一大班嬉皮士做保鏢 她經常受到恐嚇、工作室被破壞 新聞媒體叫她嬉皮女王 但她本身對大罵女同性戀者 或性行為都沒有大興趣 她甚至有意識地跟這個圈子的人劃清戒史 所以她們叫草間離身做Sister 瘦女、無性的人 草間離身在六、七十年代的美國 正值是反戰、追求自由、嬉皮文化 彼此融合相遇 比起今天我們說的躺平更激烈更抗明 這本書很好看 翻譯的鄭顯偉應記一功 這本書是2011年初版的 為何我當時沒看過這本書呢? 如果看了這十年 我的人生會不會不一樣呢? 現在我是冤獄看這本書 又會有什麼不同呢? 總之這本書值得放在書架上 隔一段時間拿出來再重讀 快必讀贏 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如果有去過 看草間離身的展覽 又或者看過這本書 都可以寫封信和快必交流一下 總之大家有時間 就請繼續多寫信給快必 或者其他船員 因為收到你們的信 對他們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勵 但提醒一下大家 寫信和寄信的話 記得不可以有閃粉、不可以有貼紙、不可以有釘書釘 亦不可以是3D突出來的那種 情教署不允許 燙金燙銀那些可以的 內訊請記去香港七姊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